今天好开心啊 可惜只有24个小时 到了明天 我们就失对手了 可是我并不这么理解 从明天开始 即使是在工作上 我们也可以很亲密 这么甜言蜜语 又美人机啊 你会中计吗 我会笑纳 但不会手软 这正是我想要 明天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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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年见 方总监 张总刚才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的资金出现了问题 和金胜百货的签约日期 可能要延后了 问清楚他们资金缺口有多少 跟他们说我们的付款日期可以延后 但是签约日期一定不能变 好 方总监 也不知哪来的传言 说咱们优品仿制的设备 出现严重的质量缺陷 买家这边想对设备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让他们查 你再找一批权备的专家 跟他们一起查 避免他们一面之策 好 我明白了 方总监 网上有人传出了滑手镇转移资产的证据 正面回应 荣鼎现在已经全面掌控了金胜的经营管理 一定不会让此类事情发生 老板 今天这是怎么了 这么多突发状况 我脑袋都要炸了 放心 我心里有数 嗯 嗯 丁总 呦 苏总 突然求见 不好意思啊 不必客气 苏总亲临荣鼎 一定有大事相谈 请坐 谢谢 我们W刚刚做出的决定 要全面收购金胜集团 哦 不久前我们相聚江南 你可是从来都没提过 怎么突然感兴趣了 公司现在准备往华东地区发展 所以希望以金胜为基础迈开第一步 苏总应该知道 方玉彬那边已经把金胜打散了 分各个公司出售 而且进展得非常顺利 苏总现在想介入 恐怕已经太晚了吧 是啊 所以我们公司要拿出更有诱惑力的价格 如果荣鼎可以把金胜的控股权 卖给W 我们愿意出十八个亿 哎呦 苏总可是大手笔啊 之前景苍明出十五个亿 您也基本接受了 我们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很有诚意 希望跟荣鼎可以长期合作 您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呢 哦 苏总可能还不知道啊 我们之所以放十五亿的合同付钱 是因为金胜资产剥离 更赚钱 别说是十八个亿 就是二十个亿 我也不会同意的 其实我也是金胜的股东之一